吃完饭竟然趁店家没注意就直接走人 一家六口到屏东东港华侨市场的海鲜餐厅用餐 总共消费880元 点菜的时候不但故意找茶刁难 吃完之后甚至没有结账就离开 店家给了三天时间 这家人也没有来店表示或是前往结账 让店家气得po上网 要揪出吃霸王餐的一家人 吃完饭满桌子背盘狼藉 饱餐一顿的这家人 慢慢走路离开餐厅 只见一位员工正在带位与他们擦肩而过 完全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 一家子六口人大摇大摆 趁着店员不注意悄悄离开 事后收桌店家才发现他们没付钱 他们总共两个大人四个小孩 下午到屏东东港华侨市场里 这间海产店消费880元 从点菜开始就百般刁难 吃饱后还特意避开店内门口 从另一边离开 店家等了三天没等到这家人来店表示 也没等到他们回来付钱 气得将监视器po网要揪出吃霸王餐的这伙人 华侨市场四面都通 如果遇上有心人故意吃霸王餐 要落跑很容易 这回大人带着孩子 点菜找茶 刁难店家 售后还不付款 避开店员离开 一连串行为 网友怒批 简直就是最坏身教 记者苏世伟 屏东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